红终出口 抱紧 长了我尽 佛之得也 你要知道这个缘和力真是始于弃 那长了我尽呢 长者是横片的 那个决心就在缘和力真中啊 就在入一切法中啊 那是信长啊 大决心底陷阱的时候 哪个不是陷阱的作用啊 他念念如是啊 你说无作用时也是作用处啊 你是作用用在无作用相上啊 法中根本没有一念决心有暧昧过 决心从来没暧昧啊 就像你昏迷睡觉了都还是决啊 只是把那个字念成破音叫做叫 只你不认而已啊 你要认的话真的能够破昏尘啊 古德就是在这个决心中 参决得的昏尘是谁 再大的昏尘都知道是决 从此以后住在决心上看昏尘 他就不会被昏尘所迁倒 他能够在心中担当昏尘的变化 这叫做不倒单啊 不是坐着睡觉叫不倒单 坐着睡觉那都叫倒单啊 坐着睡觉没什么了不起啊 鸡可以一只脚站着水 他比人还厉害 那都叫倒心倒一些法倒 那为什么能够不倒单 你真正知道决心才知道 真的能不倒吗 决的昏尘都是决嘛 你将来会在种种过去的 喜怒哀乐的夜感 过去那么浓厚的那种感觉当下 你突然有一天 在浓厚的感觉之中 你都能发现有一个能决的心 不是那个浓厚 就有点像刚刚讲的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了 就有点像刚刚讲的 水便淋下 积便多了 你会知道 瞌睡现前 你突然发现 你也可以这样面对 所以一根得解脱 根根得解脱 你当然知道 才会相信能够破昏尘 你当然才会相信 决心之中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你真正知道 决心之中本来就是这样 行者他才有出路 才有下所处 不是说我根本找不到决心 我慢慢修 修到哪一天 诸佛菩萨怜悯我 赐我大力 给我什么智慧 你等吧 你比阿难还阿难 不可能 决心中本来就是这样用 你天天在这样用 你不认而已 你但要回头去认 他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他叫长 那乐呢 乐叫秤性 过去我们讲极乐 极乐 极乐在哪里 秤性啊 什么叫秤性 根本都是大决秤性 所限 你忘记大决秤性 所限时 你就别别沉沦 那叫娑婆 但是这么样烦心的娑婆 哪一法中不是大决秤性 而显呢 所以你在任何烦心处看到 原来都是大决的性体之中的流言 就叫做什么 都叫做 登极乐国土 你是站在这一面心中的国土 这种氛围中 就像刚刚跟你讲 唐 唐朝的唐 那个国土像中 都是大决敢于入室的 那个国土像 你心中的国土像 将来你就会在这个秤性的国土中 看尽一切 过去流转的种种念头 种种夜像 你在那决心中看夜像的繁星 那个时候叫登极乐 为什么叫登极乐 他不是众生之鉴之中 在妄想分别有苦有乐中的乐 他是真正发现 能够觉知一切的都是什么 都是秤性献的 他根本没有委屈过自信 他不需要世间那种 卑微可怜的那种欢乐 他根本就是人知道 原来世间所现的 秤性所现的一切 根本没有过去众生 妄想的执受 那种花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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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